好由花莲县政府花莲深安公与花莲县篮球协会共同主办 第十九届精英杯全国篮球锦标赛 第十六届王母杯全国篮球锦标赛 那么17号市正式展开 那么来自全国各地的队伍 齐聚一堂争取最佳的成绩 第十九届精英杯季花莲县第十六届王母杯全国篮球锦标赛 于十二日开打 来自世界大专院校高中男女夹衣组 国中男女夹衣组 全国各地篮球好手各自展开为期十一天的赛事 并在17日由花莲高公园舞社带来精彩舞蹈 为赛事正式节目 本宫花莲深安公对推展体育活动一向负倪一利 在我们委员支持之下 每年的夏天我们都会举办一系列的球类竞赛活动 那么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都中断下来 可是今年跟去年的篮球锦标赛依然继续办理 就是因为看到那么多队参加 希望不中断让参赛的队伍会越来越多 那么希望呢明年后年依然呢在场可以看到各位好手 这位阿姨应该已经出席了我们进一杯将近有十年之多 所以表示花莲在各项体育赛事 我们的全面的支持 以及对于打造台湾运动岛 我们的全力以赴 所以在花莲无论是五六日三对三的篮球赛 或者是各项大大小小的县长杯 乐国杯 城市杯 假期杯的篮球赛非常的多 只要你想打篮球来到花莲就对了 合计全国好手196队共商胜举来到花莲 赛事集一起至22日 在花莲小巨蛋 中正体育馆 国风国中 自强国中等地陆续举行 欢迎爱好篮球运动的民众蒂玲 为喜欢的选手加油打气 记者长帮演 华女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